《樓市焦點》 繼續回來這部份是樓市焦點 大家知道這星期焦點師爺一定是施政報告 對地產方面的著墨都算多 我們這邊請為兩位嘉賓和我們談談 立法會議員選委界別的林少佬議員 大家好 Andre 你好 另外也有江玉歡議員 一起和我們談談房屋方面的政策 特別是大家說劏房 不過現在大家說不要用劏房這個字 我們要用簡樸房 但那件事還是繼續存在 先問問兩位 大家形容這份施政報告十分之長 編幅很多 裡面包括房屋政策、加快經濟轉型等等 先問問兩位地產節目、地產範疇 我們覺得著墨都挺多 新一份施政報告是否符合你們的預期 特別是你們各自都給了意見給政府 Andre 我自己有幾方面 第一針對處理劏房的問題 我希望政府是能夠務實處理的 大體來說都是務實的 但務實之餘有很多細節 現在代它公佈 第二方面就是我們看出租公營房屋 和資助自治的比例方面 我一直都推動 應該是多一些資助自治 這個方向也是我自己歡迎的 第三方面就是市場的銀根問題 所以針對買家方 現在放寬回到09年的水平 當然是好事 但對於投資方、建設方來說 那個銀根我自己看到仍然是短缺 在這方面來說 我暫時是看不到任何的細則在裡面 大體來說是這樣的感覺 不過我相信整體來說 香港政府是認知到問題的嚴重性 都起碼是起步先 Angelo 我想問清楚 剛才你說的這個 就是買家 就是個別買家就容易一點 拿回這個案件 你是說發展商拿案件難 還是在別的層面 其實發展商也好 成建商也好 如果我們說處理產業發展問題 處理房屋問題 如果我們基建先行 這一部分都行不到 其實將來的數字 就算有地都是虛的 是 就是供應過的 這個真的 那郭寬呢 我覺得 另外眼前一亮的 獨到就是放寬的那個案件 去到七成 和那個loan to asset ratio 去到50% 我聽到的時候就覺得 好啊 一定有很多 譬如想換樓 或者想置業的 等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可能對它們 是一些好消息來的 但是當然放寬了那個按揭成數 和放寬了那個loan to asset ratio 是不是就真的代表那些人 這麼容易借錢去到買樓呢 因為大部分人都要借錢 那這個就真的很視乎 我認為是銀行的那個態度 銀行取貸 對 取貸 那當然我覺得其他 在施政報告裡面的亮點 我認為很好的就是 成立一些我們叫做 跨部門的工作小組 那collaboration 永遠我們都是覺得 如果我們要做一些政策 往往都是必須的 那唯一一件事我覺得 施政報告可以講多些的 就是好像剛才Andrew說的 就是有一些細節位 那我期待 其實接下來不同的局 都會在立法會 都會在立法會開一些 我們叫做會議的 就是簡報會 那我期待 多一些的資料 會在那些簡報會裡面公佈 但是時間會不會很快 你預計 快的意思是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公佈嗎 細節 那看哪些的政策 例如你說劏房 我想要交分給立法會 就是一個比較詳細的討論 那這些就不會是 一兩個星期的 但是有一些細節位 譬如你說按揭 承訴等等 金管局怎樣配合 那這些我就覺得 要一兩個星期 都應該要有定案 那你看回如果快 其實昨天就已經 之前剛剛這個禮拜 其實在禮拜四 已經公佈了 就是劏房方面 住宅樓宇分簡單單位 出租制度方面 定立了標準 就是簡報房 裡面也公佈了些細節 除了要有獨立窗 廁所之外 樓底也高度 不能夠少過2.3米 如果沒有獨立的 維蜂廚房 又不能夠明火煮食 當局說 最快就在明年第四季 在現有的劏房 進行登記 我想先問一問 那位歡 怎麼看現在定立了 簡報房的標準 有人說 這個標準好 因為可以住得好些 也有面飾方面的標準 但也有住在劏房的人 擔心到時租金很貴 負擔不起 怎麼看這件事情 劏房其實有很多種 當然譬如 我想我和Andrew去探過一些 我們叫做太空倉 那些我覺得理論上 取締我覺得 在某一個程度上都是一定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取締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會影響了他們的租金 或者這幫人住在哪裡 其實這個我是最擔心 我經常認為 如果我們做一個政策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 我們要了解了一個問題所在 譬如有幾多人是真真正正 受這些影響 有幾多是他負擔不了最貴的租金 而我們可不可以把這些人很成功地去做好一些安置呢 如果我們沒有確切的資料去做到的話 我就真的很擔心 我想幫他反而是害了他 還有我自己也有反覆去想的 當我看完資政報告之後 我問 是不是一定要立法呢很多事情 立法的時候怎樣立 我昨晚因為上這個節目 我有看過 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劏房 什麼叫做劏房 就是小一點的住宅 很小的住宅 叫做微型住宅 東京有 日本很多 新加坡都有很多 那新加坡是怎樣立例的 新加坡的規則就是 總之你一個單位 一個大的單位 就是原先的單位 不可以住過多過六個人 那他們呢 他們就不是說大小的 所以他們在新加坡很多的劏房 是沒有自己的廁所 也都沒有自己的廚房 那所以我認為 我們真的要想一下 在做法例的時候 我會 在本意裏面 我真的會想清楚些才行 Angelo呢 怎麼看呢 承接阿歡那個說法 我想很對的 我們劏房戶呢 核心兩樣東西 不是因為環境好處 是因為負擔能力 和方便 那如果我們處理問題的時候 提供那個替代 我當有先 有的時候他又負擔不了 或者不方便 那些人民不願意去 這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他不願意去 或者你沒有替代的時候 他去了哪裡呢 這個也是阿歡講到的問題 我自己最擔心的就是 執本的問題 為什麼呢 講遠一點 現在我們床位條例的執本很差 剛才講廠倉那些 根本不是劏房 是吧 第二 業主租客條例 走了這段時間 你說他法則很差嗎 很低嗎 如果我記得是三級 就是一萬五元罰三個月 有沒有人罰過三個月呢 七成沒有交到 是吧 如果這個前設就是做不到的話 我們怎麼可以鼓勵到人家登記呢 所以這一系列的執本問題 都會影響到那個政策 不單止是那個強度 甚至認受性都會受衝擊 但Andrew和江議員 你們看不看到 政府已經是考慮了 那個未來的執管那個難度 或者走出來的那個經濟後果 我從土地經濟的角度去想 以往為什麼有劏房走出來呢 也跟他有獨立廁所 都幾有關係 其實他是比床位 或者分間的一個單位 好了 以前來說 來得再獨立些 有廁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沒有廚房我想都問題不大 其實已經向前走一步 但當然有些單位的窗是很小的 他其實把廁所變成劏房 但如果我們現在這樣去看 走了這個面積規範 當然有不同的組織 有不同的要求 有些上到差不多是十平方米 但是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我們看到已經有部分業主被檢控了 即是他不處理得好租務的情況 其實我去看 我又要扔錢下去的間場 又要符合這樣 符合那樣 我的成本是貴了很多 我要租出去 我當然要滿足成本 因為現在我們香港 整體的住宅租金都上了 我未必一定要選這個劏房出來 那這方面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之後再給兩位回應